各位好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 最后一栋 有位木匠手艺不错 在一家建筑商公司的里面工作了多年 负责领班建造新的房屋 他一向被老板所看重 有一天他向老板表示 自己年纪大了 要考虑退休 他想趁着手脚还灵活 可以为自己盖一栋房子 和老板一起住进去 将来还一弄孙一养天脸 他的老板就再三地挽留 但似乎也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意 最后老板就说 好吧 我只要求你再为我盖一栋房子 盖好以后就随你的意识去留吧 这个木匠心里面有些不高兴 想着我多年为你做牛做马 我要退休还不让我安心的退休 他要再盖一栋房子 但看着他老板过去时常的照顾他 不错的工资 不错的工资和待遇 也就只好答应了 但是当这一栋新的房子开工以后 这个木匠并没有花很多的心思去盖他 倒是忙着做自己退休的打算 把时间用在其他的事上 他选择普通的材料 用的是不起眼的配件 没有经过仔细研究的配色 也不好好管理其他的工人 他自己动手的部分 也都不如从前那么样的仔细认真 当然最后的产品 虽然合格 却不是一个理想的房子 更不是一个好手艺的木匠 应当完成的最后一件成品 当老板来验收房子的时候 看到这一切有点惊讶 但碍于对木匠的尊重 他也没有抱怨 于是他在办完一切的手续之后 再一次的当着众工人的面前 谢谢这位木匠多年来 对公司的忠心和效力 然后他就从口袋中 拉出了这房子的钥匙 递给木匠 并且说 这是我长久以来 想为你做的一件事 就是要送你一座房子 你现在可以在其中享受 你退休的生活 这木匠撒了眼 一方面感激老板 另一方面 却懊悔莫及 早知道是为自己盖房子 他就会认真的努力 并且用最好的材料 我们的医生 要用什么样的态度 去做每一件的事呢 只是为了报仇而工作 为了应付交差而了事 还是要尽自己的努力 做得最好 如果有一天 我们发现 在地上一切的工作 都与我们在天上 为自己建造永恒的居所有关 那时恐怕就太迟了 就懊悔莫及 请问 你现在用什么材料 用什么心态 在建造你属灵的家呢 愿神帮助我们 谢谢